中國神照會 日前舉辦台灣區議會 成立七十週年慶 全台上千位神照會 弟兄姊妹齊聚台中 一同回顧往昔恩典 也一起立定下一個 宣教標竿 我們一起來打這一次 不贏的仗 我們相信在七十年之後 我們中國神照會 是不一樣的 我們為什麼要辦 這次的七十週年 乃是我們神照會 希望藉著聖靈的活 繼續的宣教 在台灣繼續的扎根 繼續的建議教會 1948年 中國神照會 因大陸局勢不穩 部分轉移到台灣拓展 大量信徒也從大陸撤離 便在台北圓環重新聚集 成立在台的第一個聚會處 也是現今台北神照會的前身 我跟我的先生孟牧師 我們一同在台北神照會募會 這也是宣教是來台灣 第一個開拓建立的教會 我們繼續在大台北地區 甚至是沒有教會的地方 我們還要繼續的來開拓教會 這七十年的神照會 我們感謝神 求神再次的給我們一些新的方向跟策略 但是我相信聖靈的工作 永遠不改變 在慶典中 神照會特別尊榮來自美國 高齡88歲的博大衛牧師 從青年時期便現身華人 至今仍服事不錯 而他也分享70年來 對台灣宣教困境的觀察 把耶穌基督的福音 能夠介紹給一些 已經有了信仰的人 他有種種的理由 不願意改變 我看呢 這個一直到現在 也是對最大的挑戰 神照會期待未來 培養更多神國工人 建立更大的宣教網絡 中國神照會在70年之後 我們更要打開門 我們更要牽著手 我們一起來為台灣的復興 跟各宗派我們一起連結 中國神照會盼望下一個70年 繼續挺身向前 傳揚全備的福音